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主祢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敬拜 甚至听到主祢的话 约神祢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 求主祢给信心 让我们能够把主祢的话应用在生命里头 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 祷告奉耶稣圣名而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的主题 叫做当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这个是在生命纪第八章所讲到的 当时摩西把整个以色列人 曾经在出埃及到旷野 那过去的一带里头 神怎样去祝福他们 神怎样去带领他们 神怎样看顾他们 神怎样供应给他们 神怎样保护他们 我相信也有神怎样医治了他们 这些白天夜晚 神的一致的看顾 神经有讲过四十年来 他们都没有 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没有破烂过 那个的情况是一个很好 就是蒙福的情况 但是 摩西为什么要叫他们这样说呢 其中一个就是说 要警戒他们 不要忘记要华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他有一个的病 我不懂世界也没有这样的病 但是是我称的 叫做 short memory disease 短暂计设计症 不是那些老震荡过后 他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忘记东西 很多次就是这样的 他那边看到这边忘记 那边经历到这边开始忘记 他们甚至有一次 不单是只是祝福 不单是只是那些神迹奇事 连神怎样去审判都好 有一次他们 这些有一班的人 怎样去敌对摩西跟亚伦的时候 神审判他们 开了整个的地 吞了他们进去 圣经说 隔天 第二天的时候 又有一班人来 还是这样 还是要反叛神 你看见吗 不管是祝福的危险都好 这以色列人就是有这样子病痛 他就短暂设议症 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 就很像华人 我们的诚意有讲吗 忘恩负义 过桥抽板 我们要饮水施盐 就是要喝水的时候 要知道那个盐头是哪里来的 不是吗 今天只有我们能够在 当然危机的时候 有危险的时候 不够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到神的 谁不会想到神 一定会祷告神 求神帮助的 但是问题是在 当我们有的时候 圣经所讲 当我们住得好 吃得好的时候 什么做多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神吗 所以圣经所讲的这一个 就称为 如果我忘记神的时候 就是一个属灵上的危机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一个 什么样的危机呢 当一个人忘记神的时候 他将会面对怎样的危机呢 第一 就是他忘记神 引来骄傲 在圣经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厌还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 立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钱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厌还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维努之间领出来的 看到吗 吃得好 住得好 什么东西就多的时候 他一忘记神 他就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人 他在有的时候 他开始忘记 那一切都是神给他的 四篇 第106篇 19到23节 他们在和立山造了牛途 勾拜受成的像 如此将他们的荣耀的主 换成撤草治牛的像 忘记了神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汉地里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危的事 也不然神要灭绝他们 要不然是 如果不是摩西 为他们带导 祈求的话 神就已经灭绝了他们 这一般人竟然忘记神 摩西上到去 可能还不到40天 他们开始 摩西可能死了 他们都叫亚伦 亚伦又听他的话 就做了个牛途 用什么来做 用他们的金银 用他们的金耳环 他们的金戒指 他们的金项念 可能啦 就是一切他们所领受的 我相信不是他们 因为他们是奴仆嘛 谁给他们 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埃及人给他们 多到一个地步 他们可以造到一个牛像出来 将一个原本是一个神 创造宇宙荣耀的主 换成一个赤草之牛的像 间接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们可以 用自己有的 来去造一个像 造一个神出来 自己拜 真正的意思在这里 当我们看到有一个神像 在那边拜的时候 就是因为 人开始心高气傲 当他拜的时候 如果那个神 能够被拜 谁造那个神啊 我的金 是我的钱 今天可能不可能 不是一个金像 不是一个的偶像 但是我们可以 制造一个假像 出来 我们去拜 为的是什么 当我们制造一个假像 来去拜的时候 我们向神宣告说 我可以造一个神 如果我可以造一个神出来 谁比他更大 就是造神的那一个 所以神说 这个是危机 竟然能够忘记神 来自己去造一个像 心高气傲 今天很多就是这样了 当我们没有的 人家刚才我讲 求啊求啊 当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开始忘记神 会变得怎样 这一切是我双手拼出来的 是我赚回来的 很多时候 不是每一个 很多时候 当一个人很富有的时候 他开始展示 他的财富的时候 往往忘记神 我们参加过很多这种 很大的宴席 有记念神 所以很多时候 我做分营辅导 就是这样 我教他们 结分的 你第一件事 你要感谢的是神 但很多时候 我们看的 听了 你会的 你注意一下 就是讲完讲完 我要谢谢这个 谢谢这个 谢谢这个 他连谢谢那个的 为他设计分营那个人 还找过谢谢神 他谢谢那个 waiters 他谢谢那个 做找代言那个 他谢谢 这个为他设计的 这一个 他到最后才讲 要谢谢神 英文就是这样的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很让他听 其实我们应该要感谢神的 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个 要承认他先 才承认其他的 因为是神给的 如果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很像雅各书一章 二十二二十五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弃轰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谁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前辈的 使人自由 自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事在行出来的 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很危险的 刚看了这个 忘记了自己的相貌怎样 我们祷告求神 祝福成就 一成就了之后 感谢的时候 没有讲到神 我忘记了神 要什么事情的时候 怎样都来了 要祷告 要经事 要做这样 一拿到的时候 我们开始忘记了神 那一个就是第一个危机 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的就是他只有把自己看在眼黑 他看不见神 圣经里头有三个例子 我要讲的 第一就是西西家 西西家 如果你看 《猎王记下》第20章有讲到西西家的情况 当时你知道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他不是一个坏的王 他是有大的其中一个很好的王 他带来这个福星 什么样福星 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属灵上的福星 但是当他病到要死的时候 他祈求神 神怜悯他 因为他痛苦 所以神怜悯他 他神竟然加添15年的收数给他 就是让这个整个的乐影向前进10度 或是向后退10度 西西家说 乐影向前进10度容易 不让乐影往后退10度 就这样引致退了10度 神给了他15年 15年 多15年的bonus 但是 就是在他病的时候 很多人听见 也相信很多人来了 这个巴拉丹的儿子 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丹 就是听见西西家病了 就送东西给他 去探望他 西西家听见的时候 他把一切圣地做 一切宝库里的 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高油 他均械库里的兵器 一切所有的财物都给他们看 所以过后 以赛亚知道 来问他 他看了 在你家里看了什么 一切 好了 他看了一切 一切都不会留下 当然 西西家的祈求 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这身上 但这就是发生在过后 真的一切 都被拿走了 尼布加尼桑 在弹义里书 第四章 第二个例子 尼布加尼桑的第二个梦 他这个梦的事情 梦到很多 要发生在他身上 弹义里的解释 这一切 都给他知道了 所以 在这件事情 临到尼布加尼桑的时候 第四章 第二十八节 过了十二个月 他在巴比伦 宫顶上散布 王说 这大巴比伦 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 建为首都 要显明我威延的荣耀吗 哇 这句话还在他口中的时候 天上有话下来 你不像你家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离开你了 你别赶住离开世人 以野地的走兽同住 撤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个时期 等你知道 至高旨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一听到时候 事情都发生了 七年的时间 他很像动物这样 撤草 就是被天上的露水 地心 长 头发长得像硬的硬帽 一羽毛 指甲长得像鸟长 看到吗 只有过后 他悔改了 他认清 是上帝 是至高旨的时候 才恢复正常 西立王 十度行传第十二章 第三个例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 第十二章 第二十一节 西立王 当时 西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草腑 坐在胃上 对他们演讲 民众一直喊着 这是神明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立不归荣耀给上帝 所以主的狮子 立刻击打他 他被虫咬 就断了气 真的是严重笑 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 已经不在世上了 为什么 我们心高气傲 很多时候觉得 我们所拥有的 是我们赚回来的 第二点 要记念神 只有是神给的 一切都是他给的 我们将一切神所给的 所拥有的 一切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献给主 当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认定 千万不要奉献的时候 这一切是我的钱 想想看 如果神不给一毛钱 我们都没有 神只是讨10% 不是讨 神只是要我们给他10% 不是他要 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信心 对他的感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从奉献上都能够看见 到底我们有忘记神了 所以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掉进这个的危机 心高气傲的一个的危机 因为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 他都已经不认神了 他只认自己为神 这个的危机 如果我不解决 将会很像以色列人这样 被那种的整个的成就 充分了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 在什么事情上 你要支持的时候 要做什么感谢的时候 生乐会都好 一切都要记得神 千万不要把神 放在最后 或者是完全的忘记了神 阿们 第二 就是忘记神引来偶像敬拜 这个第二个的危机 在生命纪第八章十九节说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 谁从变神 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死亡 这是我经历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万国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 变华你们神的话 不要忘记神 变得是谁从变神 侍奉敬拜 这里说 你们必定灭亡 这个是危机 今天我们在生命里头很多 就是在这一方面 成为了一个的陷阱 我们开始忘记神 去追谁 侍奉别神 耶利米苏第八章第十五节说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甲神烧香 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 在古道上半叠 使他们行为没有 修足处的邪路 忘记神 不单是会使我们心高气傲 忘记神 也会使到我们去拜别的神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我很奇怪 人竟然能够忘记神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说 是因为环境所必 我们去到外国 去到一个地方说 可能很多人给的借口 比如说找不到教会 或者是说教会很严 或者是说 哎呀,工作很忙 有哪一个人工作不忙 做工的一定会忙 做工的不忙 那一个可能不是一个工 不是吗 做工的哪一份工作不忙的 一定忙的 哪一个人不是 神所祝福24个小时 为什么会有时候会讲 我没有时间 甚至有一些人 可以主乐忘记神 以前辅导过一些年轻人 问他 周末没有来崇拜 哎呀 忘记起床 竟然忘记神到一个地步 起步到床去崇拜 星期天 像耶利美书所讲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 竟然能够忘记神 对方姐妹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 那一个就是灭亡的开始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忘记神 随从别生 侍奉别的神 过后 我们就开始离开 这一位的真神 那一个 是非常非常 严重的一个危机 就很像今天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 突然间 他忘记你 你会有什么感受 今天如果我们忘记神 想一想 神会有什么感受 更严重的就是 他忘记神 过去拜别的神 这些神不一定是烧香那种的神 在祭坛上 在庙里的神 这些神可能是 今天 我们的兴趣 我们就是给了 很多时间 在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工作 甚至我们的手提电话 我们的电视 这些也是我们的神 我们忘记的这个 就是忘记去崇拜 我们忘记神到一个地步 我们忘记读圣经 我们忘记祷告 我们忘记 哪时间 与他同在 但是我们很多时间 去跟别的 那一个 不是神 我们 我们给别的 躲过给自卫的真神 那一个就是危机 所以 我们要小心 今天不要忘记神到一个地步 我们开始去侍奉别神 很多时候看到有一些人 跌倒在这种陷阱当中的时候 自己很心痛 竟然能够忘记神 因为曾经就是在 罪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把独生 圣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了我们 从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 从一个灭亡的生命 进入一个永生的生命 我们竟然能够忘记它 那个不是一个危机吗 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们看为第十节的时候 神要他们怎样行呢 如果我们要尾身到一个 比如说你想 这个很难做到 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事情开始 摩西给他们 你会很惊讶 第十节的时候 你吃得饱足 就要称颂耶华你的神 因祂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第十节 很奇妙 他用什么来教导他们呢 吃东西 当我们吃得饱足的时候 神要我们享受祂的好处 神给的 我们要好好去享受祂的好处 这也不是讲 要吃到龙虾那些 山珍海味 只是我们吃到饱足的时候 我们要享受祂所给的好处 而当我们享受祂给的好处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 要称颂耶华我们的神 要感谢祂 所以在这边 你看真正的教导 今天我在以色列 在耶路撒冷看见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不是只是在吃饭之前祷告 他们是甚至 不只是在吃饭后祷告 他是在每一个菜来的时候 吃完那一道菜 他们就开始称颂耶和华 今天有时不要讲吃饭后 吃饭前有时候我们都忘记祷告 那个的祷告有时在宫中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很羞耻 要去泄饭祷告 神要我们祷告 不是要保证那个食物干净 吃着健康 神要我们祷告要承认 就是这里讲 认定神的慷慨 要认定就是 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 所以这个不是说 神的祝福一定是三振海味 就算是摆饭热水 跟放点酱油 都是神给我们吃着饱足的 因为当时他们就知道 没有的吃的时候给他们吃 又满热 讲吃的很咬 没有味道 给肉吃 给肉吃的时候也不会感谢 有水喝又讲苦 一直都是满热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会感谢神 他们忘记了就是神给他们的 神要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就是吃能够感谢神 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点没 在我们从事物上 我们所乐常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需要吃 在我们乐常的需要当中 不单是多还是少 不管 但是我们要学习感谢神 在这一方面 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是在吃 在食物方面 我们能够记念神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我们第一步 慢慢的走向 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 都能够真正的祷告说 一切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 献给主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到这一个 你会知道生命 属灵上将会成长 将会健康 如果做不到忘记神的时候呢 将会掉入这种的 轨迹当中 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 《生命记》第八章里头 来学习这一个功课 不要忘记神 不要忘记神 最近学了一个的功课 在一个的叫做 大师班 Master Class 他说 我们不要看 我们的过去 以一个古老的方式来看 但我们要看我们的过去 是以一个很 见识性的 来去 仔细的去看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可以把那个 过去最好的 带进我们的将来 今天如果我们忘记 我们的背后 因为 不单是忘记 我们会觉得 那些过去的东西 不再重要 我们不是叫大家住在以前 停留在以前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看见以前 神怎样供应给我们 所以看我们的阿婆 阿公 爸爸妈妈 有经历 日本世界大战的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讲 哎呀 你这种人啊 今天有点 有点 是好 是咯 那里有以前 我到 我去挖 凡属 是咯 现在 凡属都很归下 不要搞笑 但是以前 他们 我们的上一代 就是这样的 懂得 怎样经历过 那些 知道神供应过的 现在 他们能够更加的 懂得来感恩 新的一代 很多时候 我们不会感恩 为什么 我们多的是 我们多的是 很少听过人在 亚比 会饿死 很多人 我们都 是 四周围充满的 就是神的祝福 尤其是新的一代 他们没有经历过 那些时候 很多时候 他们都开始忘记 他们也觉得 不需要 为什么要感谢神 不需要吗 但是 第二姐妹 不要忘记神 要承认一切 都是 从主而来 阿们 让我们今天 把这个功课 能够开始 用在 我们生命里头 当 纪念 耶和华 你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 我们感谢主 你的恩典 每一天 够我们使用 主啊 求主你 教导我们 存着感恩的心 来到主你面前 要纪念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主啊 一切 都是从主而来 耶和华 你帮助我们 在继续 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 我们当纪念 你 就是我们的神 主 我们肯求神 你 饶恕 原谅我们 在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忘记了 你的时候 求主你的恩典 怜悯 临到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主 让我们能够悔改 能够 存着 就是开始 有这样子 感恩的心 来纪念 我们唯一的真神 就是上帝 耶和华 你 总将我们生命 攻击的交托 愿神 你继续 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 圣明而求 阿们 阿们